國民黨立委麻文君 這次要拚連任 不過他的競選對手 也就是民進黨 一個參選前創民間 今天開記家會 說這個麻文君 在保內內有一間大戶 蓋在國有的農地上頭 而且這個農地 並沒有農用 是地方緩活 麻文君報復說 這都是合法的 不過南島管政府 會無表示 這間處 沒有申請見證 處理個大問題 接下來的旁邊的 政府警察局的順路上 這個位置南島保理 給儲法保護的狀況 外面看起來很夾夾 民進黨南島第一 三個三三人 創民憲 坐在地上開記家會 下車 這個陷阱七百平的狀況 是國民黨現任自費 麻文君所有 如果蓋在國有農地 裡面有一棟七十平 違建農車 農地沒有農用 地方發發 你農地沒有農用 還有停車棚 還有水泥路 高圍牆 這些都不是農業設施 還有儀式警衛 警衛式的獨棟的一個小屋 都跟我們農業生產的一個建設 都毫無關係 麻文君強調 農車是價錢父親的老處 是民國八十二年 七月里 他以前的基於建物 符合過算數 百二七二一條款 還有他發生 組繳六組緊繳過三十年 插租的處是四十平 政府叫設定 房屋現代 只有七萬兩千塊 其他土地 農政農作部跟造林 並不是外面說的 合法農車 是我父親生前蓋的 已經三十幾年了 甚至在稅券單位 都已經認定他的價值 是十萬塊以下 在整塊一個農地的承租上面 我們也是依法承租 然後依歸去繳納相關的租金 國三宿調出相關資料 表示土地是 董事長合法成組 不過成組金沒心碼 二組金是造用民主 成為公庫地價會合法 靠度主要有費料是 七萬兩千塊四十八戶 農車規定 土地界外農業局 要由管制庫廷點 任何人都有這個機會就是 可以補申請建造執照 建管單位依照建築法 第八十六條 依照建築物的規模 依照他的法庭造價 處罰千分之五十以下的罰款 台湾基金都不分開 立委候選人設人會到 也前往正向門口 這支麻文君 難道管府表示 警方查證 這段建築不申請建造 一定是要由公所雜 不夠由管府 以建築法加度 是價位法裁判 管府會發貼毒統治書 要求出租主行貼毒 也不過出租有管理 申請無助 記者總括報道